回收幕经过志工的桥手 变成展示台 雪龙四季志工受邀参与 第十三届海外华文书室 环保新生活是今年 近思书轩的主题 志工发挥巧思 将宝特瓶及瓶盖化 无用为有用 每一件摆设和设计 都希望带出环保讯息 为期一个星期的书展 预计吸引50万人次到访 除了提倡减少塑料袋 使用环保餐具 也是爱护地球的行为 我们的什么大自然 应该要保护大自然的 因为我们的数目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都应该要 想应那个环保的活动 志工分享环保讯息 民众看见环保的迫切性 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粮食 我们的这些 没有没有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看着这些 爱心的这些 然后我们就是激发我们 就是不费一只小时家 把好书带回家 更要带走正确观念 近思书轩希望提升 民众对人文 环保等 相关议题的重视 大约新闻真山美志工 何永康高耀文 马来西亚报导